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的占星師米薩小姐 到了2020年囉 大家最關心的一定是 哪些星座在今年世界運最好呢 那今天就帶你來看 哪些星座一不小心 在世界上就會飛得太遠 首先第三名就是獅子座 2019年的獅子座 有一點像多頭馬車 很多東西同時在啟動跟進行 但是就還沒有找到一個 屬於自己命定的道路 那這些嘗試當中 有一些做一做的發現是冤枉路 行不通 但是有一些做一做 覺得手感還不錯 所以獅子座可以繼續進行下去 那2020年呢 就是獅子座找到了屬於你的那條路 要繼續生耕 然後把它發揚光大的時候 那你一定會很忙哦 那也會拼了命的 把之前遺憾的沒有做好的 在2020年把它完成 那給獅子座的建議呢 就是要維護好你的健康狀態 才可以應付你工作強度 非常大的一年哦 世界運最旺的第二名呢 就是雙子座了 2019年的雙子座 有很多表現跟曝光的機會 但是多半是得到了名氣 卻沒有反映在你的收入上面 但是2020年呢 卻是雙子座 非常可以累積財富的一年哦 不只是你的付出有收穫 甚至是收穫比你想的還要多 所以這個時候選擇就是很重要的 那建議你去選擇一個有前景的產業環境 就會讓你的獲利是更加的可觀 那也很建議雙子座呢 去研究一下投資理財的工具哦 你一定會找到適合你的投資標的 然後給自己換一顆有錢人的大腦哦 在2020年呢 你的金錢來源不一定 只來自於工作哦 世界運的冠軍呢 就是射手座了 2019年的射手座呢 在工作崗位上面是默默的努力哦 那經過了一年的付出跟醞釀之後 你現在心態已經非常不一樣了 到了2020年 你開始會想要打自己的江山 你不想只是再做一個打工仔 那這可能會有幾種反應 一個呢是你開始在尋找其他的事業機會 想要找一些兼拆或者是副業 開啟你的斜槓人生 那還有一種可能呢 就是你可能在思考在工作上面 有沒有升遷或者是入股的機會 2020年呢 是射手座奠定事業基礎很重要的一年 一定要跟他拼了好嗎 以上呢 就是2020年的運勢最強星座 看運勢除了太陽星座之外 別忘了參考你的上升星座 說不定也在上面哦 別忘了要去YouTube上面 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哦 進來 資格